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6号星期二 今天是美国的选举日中期选举 那么说到中期选举投票即将开始 我后来发现中国的一些网民对这个选举有误会 有些网民说希望川普连任或者类似的话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 这不是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是每四年一次 上一次是2016年川普当选 说川普当选总统才两年 那么下次的总统大选是2020年 因此这一次并不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说这点中国的网民希望能够搞清楚 但大多数可以搞清楚部分网民有误会 这次的中期选举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国会和州长方面的选举 国会方面众议院失败的35席都要改选 因为众议院是任期两年 每两年要全部重选一次 而参议院是任期六年 说每两年选举其中的三分之一 因此参议院这次要改选33个议席 那么另外州长 美国有50个州 这次有36个州的州长要改选 因此事关重大 中期选举的意思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后的 两年后的国会改选或者州长改选 叫中期选举 这个对当选的总统是一个测试 是一个中期测试 也是对两党政治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次到目前为止 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的席位 多数都有共和党控制 那么经过这次中期选举 版图是否会发生变化 发生多大的变化 是美国内外所瞩目的焦点 那么这个选举要一天之后才有结果 那么回头谈谈中国的首届进口博览会 这个博览会进入第二天 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现在传出来之后 可以说令国内外非常的失望 因为各界尤其是商界 国内外的商界都希望 以为习近平会在这个进口博览会上 提出很明确的改革开放的承诺 尤其是关于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方面 提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但是习近平的讲法 仍然是相当的抽象而空泛 甚至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触及 比方他讲到一个数字性的一句话是说 说未来15年中国会扩大进口 会进口30万亿的商品 外国商品和10万亿的服务产品 这个说法就等于没说 因为未来15年很长 中国本来叫扩大进口 或进出口本来叫发展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空洞 什么30万亿10万亿 这不是一个目标 而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么一个估计 所以没有意义 然后提到说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措施 要减少市场准入 要减少一些限制 这些都抽象的话 没有一个具体的承诺 所以在外界以为 中国通过首届进口博览会 能够作为某种重大的宣示 实际上没有重大的宣示 另外也会以为 在月底美中首了要在 阿克廷G20峰会上举行会谈 关于贸易战降温 或者达成某种贸易协定之前 或者以为习近平会做出某种重大的宣示 也没有 所以外界的普遍反应 国际上的普遍反应是深感失望 因此习近平讲话之后 不要说其他国家的股市 就中国的股市都应声下跌 所以这是习近平的讲话部分 另外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有很多内容 是令人非常觉得啼笑皆非的 不知道讲给谁听 比如习近平在讲话中 给人的感觉以为是在批判美国 实际上是在批判他自己 比如他用了一句很多这一类的话说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白花齐放春满园 这句话似乎好像意思说 要国际上接收中国的一党专政 要接收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这种经济模式 接收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的经济模式 接收中国用政府来补贴 国有企业和技术研发的这种经济模式 中国模式要国际上接收 这就叫做百花齐放 不接收那叫一枝独秀都是美国式的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是多元化的 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模式 包括美国本身充满了多元化 政治上是两党政治多党政治 而经济上是适应企业为主 各自竞争大小企业 那么在这个民间更是无数的移民 新移民还有这个种族语言等等 甚至在美国的地铁上看到多种语言的这种表述 因此多元化百花齐放对美国对国际社会不是问题 真正有问题的是中国内部 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村 百花齐放春满园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要给人民交代的事情 在中国号称一党专政 党领导一切 不仅领导政府 还要垄断经济 垄断土地 还要垄断新闻媒体 垄断司法 垄断军队 那要不要说百花齐放春满园 一枝独秀不是村 说中国不是村 从来就不是春天 过去大半个世纪根本不是春天 所以习近平在给国际社会讲这个话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觉得他是要应该讲给他自己听 讲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听 所以他这一段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呢 说要开放而不是封闭 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要共赢而不是独占 这三句话也应该送给中国共产党本身 要开放而不是封闭 那就是像互联网 新闻媒体 你就应该开放而不是封闭 对人民开放 对国际开放 像其他国家一样 像绝大多数的国家那样 像民主国家那样 互联网首先要开放 第二句话说 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正是如此 中国有不同的声音 有支持政府的 有批评政府的 有政治上希望另起炉灶的 有追寻中国的不同发展道路的 那中国共产党应该什么姿态 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不能够动不动就抓人 这个监禁 甚至迫害 甚至于迫害致死等等 还有一句话说 要共赢而不是独占 想到这个独占 中国整个是被共产党独占了 一党专政 一党独裁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原来共产党说国民党 现在是共产党自己说自己 说独占 独占整个国家 就是连土地都独占了 说中国人民连土地所有权都没有 只有使用权 所以共赢就是全国人民共赢 十三亿人共赢 那十三亿人的选票在哪里呢 怎么个共赢法呢 只看到这个官员高官把他们的家属 子女财产转移到境外 那中国人民呢 还有人没有脱贫 还有人这个看病男上学男住房男等等 所以这个共赢而不是独占 应该的确说给一党独裁的 这个一党独占的中国共产党听 他自己听 说习近平为什么讲这些话呢 讲这些话 说处于三个 第一个就是双重标准 在国际上要求多元化 在中国要求一元化 第二就是 你与洋人不与家庐 还是满清那句名言 这个量中华之物理 这个所谓讲这些 多元合作包容等等 是讲给洋人听的 讲给外国人听的 绝不讲给中国人民听 然后这是第二层 还有一层含义就是 不仅把中国人民当傻瓜 把国际社会也当傻瓜 对中国人民来说 这个是中共的在讲反话 后悔学 自己独占 自己对抗 自己封闭 却要求别人去开放 别人去什么共赢 什么去合作 说只把中国人民当傻瓜 同样在国际上 也是把别人当傻瓜 居然在一个国际大会上 在一个上海进口博览会上 大张旗鼓 大声武器的 讲这样的话 完全是把国际上当傻瓜 但是国际社会是不是傻瓜呢 就在中国的这个进口博览会的头一天 这个发言上 肯尼亚总统 肯尼亚总统 发言的时候说 在过去十年 中国和肯尼亚的贸易增长了八倍 但是他说都操作有利于中国一方的利益倾斜 表示不满 说让中共方面非常尴尬 这是中共邀来的14个政府首老贵宾之一 照相的时候 站在彭丽媛的左手边 而习近平的右手边 站在巴基斯坦总理 上门退货的 所以这个肯尼亚总统直言不讳的 说了这句话 可以说整容发聩 让这个中共方面非常的尴尬 另外与此同时 这两天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话 他在谈到 要打算取消落地出生的公民权 因为美国有一个 以前的法案是说 任何国家的人到美国土地上来生小孩 一生下的这个孩子一落地在美国 就有美国公民的公民权 他对这个提出了质疑 有意要去改善 他就说到一点 他说你们能够想象吗 他说中共的独裁者要跟我们对抗 中共那些军方的将领要跟我们打仗 但是他们却把他们的 这个妻子和子女推到我们的国家来 却到我们的土地上来生孩子 然后获得美国公民证 他说你们想一想 这是不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这是他在秘书里 参加中期选举的时候 所发表的演讲 说他对中国有充分的认识 他告诉大家 他说很多人挤到美国来 生小孩 以旅游的方式 来生小孩 他说你们能想象吗 每年新增加的新生儿 这些 这些外国人来生的新生儿 到我们的土地上 并不是南美洲最多 而是中国最多 他说这有多疯狂 的确是这样 像美国的关岛 美国关岛就有很多的 大多数的中国人跑去旅游 借旅游 在那边生小孩 尤其是孕妇 而在这个加州 还有什么孕妇村 中国的孕妇村 月子村 等等等等 帮这个中国孕妇 提供一条笼 服务 前两年还受到美国的扫荡 所以就是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不仅政府 这个精神分裂 双重标准 然后自说自话 而且也形成了一些 从政府官员 到商人 到中产阶级 到民间的这些精神分裂 一方面反美 非常凶凶的反美 叫嚣跟美国打仗 但是另一方面 纷纷用到美国的 生孩子 甚至包括中国的这些明星 主持人等等 都巴不得 把孩子生在美国 得到一个美国公民的出生子 所以这种精神分裂 也是整个一党专制下的一个 可以说是奇景 所以川普讲这番话 显示了他的头脑的清醒 他非常知道 中共人列分 中共这些领导人 人格分裂的程度 所以习近平在讲这些话呢 讲这些什么 这个共赢 包容 合作了 什么什么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以为在指责美国 以为他在批评美国 实际上是批评他们自己而已 世界上没有一个独占 一党专政 一党独裁 又搞得有中国那么离谱的了 没有一个 甚至连这个 古巴 越南 俄罗斯 都没搞得那么离谱 恐怕唯一能够比美的就是北朝鲜 所以中共正在加速的 加速的向北朝鲜模式 发展去进步 那么在这样一个进口博览会上 呈现了很不同的声音 当中共在宣称要这个合作共赢的时候 对 加强了安保 这种安保之严密 跟历届大会都是一样 在上海实施严禁的 这个戒严措施 各个地铁站口都增加 什么武警警察 你三层外三层 严密的看着上海市民和来往的行人 似乎他们都是中共的敌人 另外旅馆呢 清房 说某些编号的房子 留客房客不能住 或者要房客住在里面的话 要警务人员 警察陪同 还有这些维权人士不能够出门 被警方通知不能出门 一出门就被带走 连电话都打不通 还有就是 甚至于公共池塘都被关闭 说老百姓要去公共鱼塘洗澡 都不可能 还有快递全面停止 上海市民受到严重的烧扰日常生活 快递的业务都被停止 说中共是如临大敌 仍然是草木皆兵 跟以前一样 风声鹤唳 说习近平是把公安部长调在自己身边来保驾 一方面是 严密的揭示上海的市民和来往的旅客 另一方面是 为自己的安全保驾 打到这么个程度 所以习近平讲了一番空话 一对照 他在对上海市民所采取的这种严加防范的措施 就知道完全相反 什么要合作 不要对抗 他跟上海市民对抗 要供应 不要独占 他独占上海 要开放而不要封闭 他把上海搞得像铁桶似的 完全封闭 所以讲的话完全相反 而且不仅如此 在这个党内的政治上也在搞类似的措施 比如这次习近平和彭丽媛会见所谓各国贵宾的时候 报道中方的陪同人员 报道的顺序非常奇怪 报道是丁薛祥 李强 杨洁篪 胡春华等等 这是完全对胡春华的一个七五霸裂 胡春华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他无论如何不可能排到什么杨洁篪和李强后面 丁薛祥是中办主任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的第二书记 他勉强跟这个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并列 胡春华排在前面 或者排在丁薛祥后面都可以 但是居然把杨洁篪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排在了副总理前面 又把这个李强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排在了胡春华前面 说习家军这个做法完全是对 团派的台籍打压霸凌吸灵 连这种排位都不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 居然把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胡春华 一个中央大员排在地方大员之后 中央级的官员 而且副总理是高于国务委员 排在国务委员杨洁篪之后 又排在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之后 这简直是习家军可以说是包藏祸刑 迫不得已要突出习家军 杨洁篪虽然不是地传的习家军 因为他很听话 对习近平言听计从 因此排在前面 那么丁学祥和李强都是地习的 不折不扣的习家军 因此排在胡春华前面 所以通过这些排名都知道 中共党内斗争依然激烈 权力都能处处体现 哪怕是一个上海进博会 都体现了习家军团派 各派系列这种权力斗争的这些痕迹 那么这次进博会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这个阿里巴巴的董事长 曾宣布要退休 还没到期到明年退休的这个马云 发表言论 发表言论表面上批美国 但是回国特别暗示性的批中国政府 他批美国怎么批呢 他打贸易战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就是他原来承诺给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现在不算数 又不能算数是因为要有个好的气氛 现在中美贸易战没有好的气氛 因此他无法履行他的承诺 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是 帮中国政府去忽悠川普政府 说他不履行承诺是肯定的 这个跟中共的做法一样 后悔学 说话不算数 那么这个 但是他话锋一转 就说到不要怕新技术 说怕新技术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老人 一种是政府 一种是成功人士 这个就暗示的非常清楚 实际上是批评了中国政府 中国的政治老人 成功人士不用说了 说成功了不想让别人成功 是排挤 说政府惧怕新技术 老人惧怕新技术 他说他没有见过年轻人惧怕的 比如说互联网的新技术 那么年轻人都欢迎 但是政府却非常的恐惧 因此马云是指伤骂怀 表面骂了美国 实际上是狠狠地骂了中国政府一通 所以这是这个马云的这么一个表现 回头来总结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番讲话 讲话就泡出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本来他跟川普在11月1号通了话 而定了11月底要跟川普会谈 说是要这个 甚至乐观的预期要达成贸易协定 那么他还讲这些话 暗批美国而抬高自己 甚至是讲反话 把美国讲成封闭 把自己讲成开放 那么这款讲话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顾面子 即便月底要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 但他在上海禁博会上 还要这个鸭子死了嘴硬耍一把 要讲一些硬话 来给自己撑门面 好像错在美国而不是中共 另一个那么就是要国际社会 美国和国际社会警惕的就是 习近平和共产党 极可能再次耍花招 也就是说月底跟川普会谈之后 说达成了这个贸易 如果达成了某种形式的 妥协和贸易协议的话 应该是暂时性的 是策略性的 而不是长远的 而不是一个结构性的 因此极有可能 中共仍然要耍拖延战术 搞拖刀计 仍然是表面上让步 然后不去履行 可以签很多的协议 做很多的承诺 最后不守信 不中落 就跟他以前对奥巴马的承诺一样 一条都不对线 极有可能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承诺 最后不对线 极有可能让双方签订的协议 沦为一张废纸 所以这反而要在多年之后 让人们才能够去检定 这样的协议和承诺 但是我相信美国总统和美国的政府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不至于那么轻易上习近平和中共的当 好 我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